哈囉大家好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我們 接下來繼續天龍BUB的劇情 那拯救完阿豬之後 我們在 應該是荷蘭城收到了 雷鼓山的邀請函 雷鼓山應該是這一個吧 GOGO 這邊有敵人 有敵人 當完蛋 不會跟我們打架 站住 沒有新宿老仙子許可 不能上山去 我們受充滿仙城之邀 為何不能上山 就是不讓蘇老在邀請之人 上山阿 看有沒有什麼能耐 能擋人 欸我忘記補血了 你有賣神劍生死符 因為用賣神劍已經練完等了 所以我們用 用 用生死符 生死符 好 好 噢 公子 公子其之精密 這十幾度其爭執 高極高的境界 只可惜為人再上升一步 可惜阿 這老賊 不假的真龍機關 本就是用來折磨殺傷人的 你稱師父什麼 他是老賊 我便叫他老賊 龍雅老人今日不容不雅了 你想必知道其中的原有 妙吉 你智慧誓言 是要自己要尋死 虛怪我不得 真龍成齊取 乃仙師所設 仙師當年窮商年信賢 這才不成 生盤當事其道中的知識 予以破繭 在下三十年來 苦家鑽也未能參解得透 禪中鑰匙在於頓悟 窮年累月的苦工 未必能具有幾根會心之人 雖然在下長言不透 但天下才智慎重 未必都破解不得 仙師當年留下這個心願 塔諾有人破解開 完了仙師這個心願 仙師所以不在人世 我這個師弟丁春秋 當年背叛師們 還對仙師隱恨解釋 在下本當意識尋世 但想起師父有個心願未了 塔諾不秘人破解 死後也難見師父之面 是以忍辱投誠 苟火之盡 這些年來在下遵守 師弟之約不言不語 不但自己做龍牙老人 也門下新手的弟子 也都搶著他們做老子牙子 而在江湖上又有明確的 韓谷巴友是我之前所說的弟子 我將他們租出師門 並且讓他們不得說出師誠 30年來這個奇菌 乃是無人能夠破解 這位段公子 固然英俊瀟灑 這位段公子未必英俊 瀟灑更是大大不見得 何況人品英俊瀟灑 跟下棋有什麼干涉 欠通啊欠通 這中間大有干涉 大有干涉 但公子所下的師御柱 也已極盡妙 在下本來寄予極大的希望 岂不知其差一柱 在下之質如意 有父老丈雅岸 岂是慘愧 又到你位高人 勞求不勝之喜 慕容公子 你來破解真龍 小生大胤良柱 勿怪貌妹 小人圖中 簡充便先生齊灰妖鐵 不自量力 前來會見天下高人 慕容公子 這也就現身吧 慕容父母 見過各位無連仙境 啊 他 慕容公子 你武功誰強 這一道 子胖也是平常 未必會輸你 王姑娘 慕容公子 怎麼一拍兩散 你別笑腳亂 這個奇蹟原本是人巫人仁卷 乃是用來咒容人的 小生自私自鳴 不想多好心 卻與無意自私 慕容公子 你連我在冰上糾纏也擺脫不了 還想逐鹿中原嗎 還想逐鹿中原嗎 還想逐鹿中原 我慕容是天命已盡 一切枉費心機 我一生盡心卸力 終於就化成一場夢 端公子 好一招六賣神劍 表哥 解不開奇蹟又打什麼緊 你何苦諮詢短劍 我 我怎麼了 幸虧端公子 打落一蟲蟲蟲的長劍 否則 公子 這奇蹟明人心魄 看著奇蹟含有幻術 公子不必再耗費心思 割下試採這一招 當真是六賣神劍的劍招 可惜我沒瞧見 割下能否再試一招 讓詐一下得以一開眼界 我 我心急之下 一死碰巧 要再試一招 這就難了 你當真 當真沒瞧見 詐下一死之間 心神迷糊 近一次著魔眾血一般 是啊 定是新秀老怪的仿視斬血法 公子 千萬小心 詐下物中邪術 多謀救援 感激不盡 段兄勝負六賣神劍絕技 可是大力斷疆嗎 哪一個大力光家的人在此 是斷正村嗎 我們老大 才是戰牌大力斷正 其餘都是漫拔後 我們老大見到秦鐵很是歡喜 別的時候耽擱下 趕緊來下棋 他的武功天下無禮 比有月牢惡還厲害 哪一個不服 這就是上來跟他下三招騎 我們要當打毒肉 來大火氣上 人類還不會亮兵呢 老三 別胡說八道 下棋又不是動武打架 那樣什麼兵呢 割下這一柱即是高米 且看能否破關打開一條出路 斷石頭 你起初十柱走是正柱 第十柱走路旁邊 越走越偏 再也難以挽救了 前無屈弱 後有罪兵 正也不是 邪也不是 哪可難也 是啊 一個人 有正日無協議 改邪歸聖啊 你這一生註定是毀了毀了 可惜 一絲之竹千古恨 回大離國皇子之准 牽入落魄江湖 淪落到這地步 誰在愧對列出列中 你死在九群之下 也是無言去見斷世的仙人 他若自知羞愧 不如徒六致敬 也算是個英雄好漢的奇境 唉 不如致敬吧 唉 不如致敬吧 老大 不可 來不及 來不及 斷言聽 我勸你還是致敬了吧 還是致敬了吧 是啊 活在這世上 還有什麼意思 還是致敬吧 我來解他這棋局 胡鬧 你自天一氣 自己殺死一塊白起 哪有這等下棋的法子 那不是開玩笑嗎 好險 壞事小賊兔 小師傅 你殺死這裏一塊棋子 黑棋在逼近一步 你如何硬法 小生 奇異敵裂 胡亂下指 這在救人 這盤棋小生是不會下 請老前面見諒 先是部下此具 恭請天下高手破解 他若破解不得 那是無妨 若是厚殃 也是咎由之取 但如有人前來搗亂棋局 褻瀆的先是必勝的心血 重來人多勢眾 老夫雖然又龍又雅 卻要事事周旋到底 老前輩 下棋便下棋 多說更有何用 我師父是給你貼 胡亂消遣的嗎 咦 嗯 好 我下 咦 咦 好 這棋棋本來糾纏於得聖聖敗之中 一致無可破解 驅逐這一柱 易於生死 更不易易於聖敗 反看破了生死 好 好像是成了吧 小生 天賦英才 可喜可賀 不 不敢不敢 這個不是我 是 是 先是補下吃菊 數十年奶屋人能解 小生人解開這真容 在下感激不盡 我 我這是誤打誤撞 全民長 長輩賤愛 老先生過獎 死的 快不敢 敢當啊 小生真 請隨我來 小生真 請進 這 木屋 怎麼屋門啊 棋局上衝開一條路 乃是印象苦鬥兒子 木屋 木屋 你也要上你五公硬批好了 如此 得罪了 座 既然來了 怎麼還要出去 前オ赤弟 Mushfuck 是你自己打出來的 誰也不能教你 我這棋局布下厚 數十年奶屋人在剪 今日終於可以解開 你還不過來 你 你 你…… 十二季掃索吉士 我等了三十年 沒多少少人在等你了 乖孩兒 你快過來吧 有鬼啊 唉 原來是個小和尚 還是個笑貌醜陋的小和尚 來來來來來 小鎮徐竹 拜見前輩 你能破舊齊舉 對聰明才智之之非同小可 但相貌如此卻終究不行 難得很 我巧中就是百費心事 反而忘送你的性命 小師傅 我送你一份禮物給你 你便去吧 小鎮與祈禦一道 實在請不得緊 老前面這個棋局 也不是小鎮自己拆解的 當老前面有什麼難事要辦 小鎮雖然本理低微 卻也願意勉勵而毀 至於禮物 可不敢受賜 你有這方狹義心腸倒是不錯 奇異不高 武功淺薄 都不相感 你現在能來到這裡 那邊是有緣 只不過 你相貌 他也難看 相貌美醜 乃無時以來夜報所去 不但自己做不得主 連父母做不得主 小鎮冒醜 令前面不快 這就告辭了 且慢 年輕人有這張傲氣 那也很好 小鎮不敢狂妄驕傲 只是怕老前輩生氣 還是及早告退得好 唉 我已經等了這麼多年 再等下去 你未必能遇到 內外之巨美的權財 天下不如意 十… 四長十七吧 也只好將就如此 你事才嚴道 這棋具不是你拆解 那麼心口也如何送你進來 第一只是小鎮大膽無知 閉著眼睛瞎下的 以後各處 卻是有人以傳音入命之法 暗中指點小鎮 才得以走完棋具 唉… 天意如此 既是天意如此 你別人眼睛竟誤打誤撞 講我這棋具解開 逐漸浮原神厚 或能辦我大事 異味可致 好 乖孩子 你跪一下磕頭吧 叫你磕就磕 這麼聽話 好孩子 你過來 很好 你與少林盤的內功所惜勝前 省了我好些麻煩 小鎮平時多讀福晉 小時又愛嬉嬉 沒好好修煉師父手中的內功 到家前輩見笑了 行啊 我已經有本門的平民神功 將你的少林內功都花去了 什…什麼 我…和你無言無仇 又沒得罪你 為什麼要這麼害我 你整地說話如此無理 不稱師父 勸你壓我啊 免辦你規矩 什麼 你怎麼會是我師父 你剛才刻了我九個頭 那便是敗師之禮了 不… 我是少林子弟 怎麼能再拜你為師 你這些害人的邪術 我也絕技不學 你當真不學 你沒打死我 我也不學 哈哈哈哈 你…你幹什麼 大功告成了 乖乖 你負責的身後 遠過我的期望 你師父騎士余年的請修苦練 企同尋常 你… 什麼欺視你雲年的請… 請修苦練 老前輩是傳了一門神功 一門神功給小禎嗎 你還不肯稱我師父 小禎是少林派的弟子 不能欺主滅中 改入別派 你身上也沒半份少林派的武功 還說什麼少林弟子 你體內具有蕭遙派 騎士雲年神功 怎麼還不是本派的弟子 逍遙派 陳天敵之陣 與六七之變 已有無窮 是我逍遙 你安安靜靜的作者 經我敘述說原因 時刻已進不動 我只能折藥而言 你既不肯稱我為之 不願改中 我也不然勉強遇你 小師傅 我求你幫我幹嘛 幫我做一件事 你能答應嗎 前面有命 自然借你已赴 很好 我要你去殺一個人 一個大大的惡人 那便是我的弟子 丁純秋 今天的武林中 稱鮮秀勞怪便是 除...卻鮮秀勞怪 乃是莫大功德 但小禎這點功夫 如何能夠 此刻你身上這點... 功夫 遭遇不在鮮秀勞怪之下 只是要將他除滅 確實還是不夠 當然你不用擔心 老夫自有安排 小禎 聽宣慕華司祖說過 新秀海丁...丁司祖的惡行 直到老前輩已經給他害死了 原來老前輩 尚在人世 那可好得很 當年這逆途多難發難 將我打入神谷之童 老夫獻先上命匕首 新有大圖兒書 新鵝裝農作養 忙過逆途耳目 老夫在苟延殘船 多活了三十年 新鵝姿姿本來也不錯 只可惜給他 給我飲上了岔道 分心旁誤 去學清清說話的王物上智之詞 我的上誠武功 還是說聲為學不會 他三四年來 我是潘德密的一個聰明 和專心的圖兒 將我畢生武學傳遇他 派他去面的丁春窮 可是紀元難逢 聰明的本性不好 說不定 衝到陽虎遺患的輔車 性格好的卻又悟性不足 眼看我天年將盡 再也等不了 這才將當年所拍下的真容公布一次 以便尋覓裁俊 我大現即到 已無時候傳授武功 原始所說的這關門弟子 世間俊養的人物 著實不少 外面便有三個人 一是慕容公子 一個是姓段的公子 另一位是姓蕾的公子 小禎將他們請來會見前輩如何 我運運北明神功 已將七十零年修為 進入諸隆寧體內 哪裡還能傳授地有了 前輩 這人家冰身修為 都傳給小禎 那 讓叫 此次對你到底是 復活還是復活 此刻善所難言 武功高強未必是復活 世間不會半分武功之人 無憂無慮少缺多少真情 少缺多少煩惱 當年我倘若是誰情誰起誰輸血 不愧武學悶緊 這一生 我就快活得多 好孩子 丁春秋知道我早一命上與他所下 所以形式肆無忌憚 這裡一幅圖 上面灰的是我 一年大享慶福之處 那是大禮國無量山中 你尋到我所長武學典體所在 依法休息 我功變得你與這位丁春秋 並駕齊去 當你之子似乎也不勝 不勝家 休息本門武功 怎麼多有志 志 說不定還有不少兇險為難 那你就 就需求無量山中那個女子指點 他建議相貌不佳 對方不肯教你 小…小人血液未成 這次奉私密下場受信 即當回山復命 今後行職 靜希秉秉承私密而行 唐諾本是方丈 唐諾天意如此 要任由惡人恨行 那也無法可想 你… 老…老前輩你怎麼了 我起始於你的修煉 競速傳扶於你 今日天年已盡 孩子 你終究不肯叫我一聲師父嗎 師父 好… 你是我第三個弟子 見到書信號 你就當號大師哥 你信什麼 我實在不知道 可惜你下面不好看 中間是有不少圍覽之處 兩個人是小孩盤掌門了 到底這女子 不該圍抗你的命令 很好 拿無阿彌陀佛 拿無阿彌陀佛 求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師之菩薩 建議老先生 往西方極樂世界 老前輩 不叫你師父 那是假的 你可不要當真 你神師不滅 可不要怪我 哼弄什麼玄虛 小蛙兒 別擋路 看招 啊 上帝 我來幫你 神劍 哇大 5百多滴 這戰是必輸的 可是我蠻想打贏的 看你有沒有方式可以打贏 哈哈 打不贏 我觉得硬杠应该是可以的 我就算了 好吧 哦 干 他连续放耶 哦 九九九九 哈哈哈哈 哎呀 别送死 哼 走吧 小师傅 你看哪里得师傅真传 师傅他 乌鸦子老仙子已经现世了 师傅 好 有什么话咱们进屋所 亡灵 你们几个人一起进来 是 师傅 小师傅 请吧 初前辈是武林高人 如果有什么吩咐 你应该遵命便是 是 我们几位先防少林 打你事情一了便自行回山吧 是 是 断熊 今日有幸相会 这边别过 后会有期 是 是 今日有幸相会 这边别过 后会有期 哼 断公子 你今天出手相助我家公子 帮我某多谢 不必客气 此事已经谢过 咱们便无两无亏欠 你正帮布幕转进 瞧着王姑娘 害也失礼 现下还想更 更是无礼之友 你是读书人 可知道非礼物是 非礼物行的话吗 帮某此刻身上全无力气 可是骂的力气还有 有 竟然如此 暴凶还是非礼物言 我就非礼物根吧 这我就对了 熊掌 唉 熊掌 打起精神 是啊 打起精神 贤弟 赔回熊回开封客帐 咱们续续救吧 嗯 好 三位熊掌 我和我异地结伴 就请熊掌先返回 告知父王 明天挂兴 嗯 公子爷 让我先告辞了 哦一万五 哟 断言今天带了朋友来关锅小店 欢迎欢迎 嗯 备些韭菜来吧 金哥要和我兄弟喝得够 没问题 请上座 前些日子我在小镜湖见到王爷 嗯 我已知晓 之前也见过父王 他在养伤 并将事情 端游告诉了我 原来盖帮的马夫帮主 并被穿檐中由慕隆公子所害 而是马 马夫人和白思静两人 创动害死的马夫帮主 而马夫人和白思静 也被一个神秘黑衣人杀了 嗯 唉 我在河南附近游上玩水 只怕能遇上王姑娘 谁知反而是复制真容奇惠 让我见找了她 她的眼中 何尝有我的影子 熊掌对王姑娘 真是一往情深 断语啊断语 影子勿勿人 限令不能自拔 真是网读诗书了 徐之悬崖热马 回头是岸 不需 揮揮剑斩断寝 否则这一生可白白断送了 否今有云 当官色无常 则生厌尼 喜探尽 则心解脱 色无常 熊掌弄得如此思维 那再好不过了 唉 难也 要我观完姑娘之色为无常 而生而厌尼 却如何能够 不管了 我决定去追上王姑娘的行踪 将来瞧她一脸 或许 她那只要我背着她 逃离危险呢 熊掌要往哪里去追寻呢 我是想她们往北走 我也要往北 尾随她们 那我们便陪同熊掌一块去 好 好兄弟 嗯 你舍不得 也没有什么舍不得 反正只要呢 和阿兄在一块 逃了就很开心了 那咱们走吧 嗯 啊想起来 那是偷马五爷家的东西偷了 竟然会在此碰上 那是偷马五爷家的东西偷了 不然是偷马五爷家的东西偷了 我跟沙烏講話勒 不會有反應 真的假的可以收了嗎 欸 靠北 再一次 再一次 剛才我有點 點成功 不行 我又觸發 我往回走就會觸到 成功了 成功了 各位 成功了 我們成功了 會不會當機 哈哈 原來要靠這個方法 他會不會哭 呵呵 道義中林莫娘 傻眼 欸 他等級不就65的嗎 耶 收服 收服了 各位 我們 我們成功了 天佛將士的版本 哇哈哈 哇哈哈 哇 哇 好 今天跟上直播的人有福了 看一下他等級 這樣以後 劇情會不會當機啊 欸 66等欸 哇 好猛喔 而且我回七七四欸 回七七四欸 跟主角一樣欸 現在存一個檔 等一下喔 我們一下先過主線 主線嗎 對啊 真的欸 那我們 我們 保險一點好不好 我們先回 原本的地方 我們先調 調聲望 調 調回來再繼續 我 我有先硬腕存了 我們先解無錫症的那個 那個 額外的直線 對 可以讓他有血武功 所以我們 再把重新再重跑一次 好 收服套了 我們繼續吧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啊 王 王姑娘 王姑娘 別怕 我要被你出圍 啊 段公子 不必這樣 我表哥已經和他們談好了 大家是朋友 不是敵人 喔 那 那很好 段公子 雷公子 你們來得正好 我給你們引見機會高了 這位是不平道長 這位是烏先生 這位是商洞主 照下雷震 久仰大名 段兄 我表哥叫你了 你過去吧 唉 天長地久 有時盡 此恨綿綿 無絕起 你說什麼 你在隱私嗎 沒 沒什麼 我 我在胡思亂想 這位段兄 到底跟我們是有四敵 我是朋友 相互 便當 推薪致富 好能在下 將事情坦誠奉告 我自己的煩惱多得不得了 推不開解不了 怎麼有心虛你會旁人閒事 我既不是你朋友 更不是你對頭 你們的事我幫不了 可絕不會再來搗亂 我是前骨人傷心的 念天地之幽幽 獨創人而替下 知我者為我心幽 不知我者 為我何求 將我上的雞蟲得失 我多願能放在心上 各位 莫要在意 我希望長相得如此 但為人狹義 正未有 極難之事 我惡人 當仁不讓 好 各位洞主 島主 則是相推在下 暫行組織大計 信烏的才虛學淺 原是不能當當重任 幸好木龍公子雷公子 不平道人 見神卓先生 浮龍仙子諸位 共襄一舉 信烏的雖然本領敵問 但身就有一副罪漢脾氣 只有我去欺人 絕不容人家其武 哪知道 唉 月初 繳西 繳人 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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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 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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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 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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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個個是天上通腦的約束 老實說我們都是他的奴隸 每一年之中 他總有一兩隻派人前來 叫我們訓斥一頓 罵得狗血淋頭 真不是活人能夠了 你說我們聽他痛罵 心中一定很氣憤吧 卻又不然 讓派人的人越是罵得越厲害 我們越是高興 這就起了 天下哪有這種犯見之人 越是給人罵得厲害 越是開心 豹兄有所不知 通腦派人的人 譚諾和狠折罵一對 我們這一年的難關 就算度過 洞中島上 總要大宴殊人 歡慶平安 做人做到這般模樣 果然是賤得很 通腦派人的人 譚諾不是大罵我們的孫子紅八蛋 不罵我們的十八代主宗 以後的日子就不好過 要知道他如果不是派人來罵 就是派人來打 運氣好的那是三十下的大棍 只要不把腿打斷 多半也要射焰慶祝 豈有此理 這天上頭腦到底是神是仙 是妖是怪 如此的橫行霸道 那不是欺人太甚嗎 斷公子此言甚時 這頭腦欺壓我等 將我們虐得 豬狗都不如 倘若他命部 能前來用大棍打屁股 那麼往往用 滿鞭 滿鞭抽擠幾擠 被擠 再不然便是在我們背上盯上幾枚釘子 我們再次聚會之人 沒有一個不受過頭腦的欺壓 我們說什麼萬仙大會 其實說是白鬼大會 這才名副起始 我們這些年來所過的日子 只怕在阿北地獄中受了鬼魂 也不過如此 往昔大家害怕他手段厲害 只好冷氣吞聲的苦度光影 像老天有眼 這老賊婆恨滿一世 有倒霉的一天 各位為天上所 同腦所知 難以反抗 是 咳咳咳 是不是老父武功絕頂高強 這老賊婆的武功 當然厲害得及 只是到底如何高明 卻是誰也不知 你說這老父終有倒霉的時候 卻是如何 眾人兄弟今天在此聚會 也是為此 今年三月初三 在下以天風洞 安東族 海馬島 青島族等九人 輪職共奉 裁判了珍珠寶貝 零螺醜段 山正海味 櫻枝花粉等物 送他飄渺 封靈舊共去 這老他也不是老妖怪嗎 說是個姥姥 怎麼還用了櫻枝花粉 這就不知 那麼上飄渺峰去 各給黑布蒙柱也臉 文生而不見文物 飄渺峰中是人 是美 是熟 是老是少 雖然誰也不知 如此熟來 天上頭老是到底是何等人 你們從來沒見到過 道也有人見到過 只是見到他的人可就慘了 但是在二十三年前 有人大膽 大膽 偷偷拉開蒙影的黑布 那老傑婆問了意 還沒來 來個幾家黑布蓋上眼 便給老傑婆刺下了雙眼 都割去的舌頭 斬斷了雙臂 混蛋 厲害 厲害 我安動族 青島族等上飄渺峰之時 大家心裡都怕得要命 老傑婆祖父的藥物 實在是太難得 像是三百年的海龜龜蛋 虎尺長的鹿角 說什麼也找不到 魔鬼能完全依照祖父的背頭 要想這一次的責罰必重 哪知道我們戰戰兢兢兢的繳了物品 老傑婆怕人傳來 採購了物品也罷 你們幾個村子紅包蛋 快快給我夾了一把 滾下風去吧 我們便知如玉黃恩大蛇 當真是大喜過往 立即下風 都想早走一刻 好一刻 別讓老傑婆發覺物品不對 追究起來 這罪可是瘦大 我們來到飄滿風下 拉開魔眼的黑補 直接殺魔下死了三個人 而且身上兩處傷痕都是劍傷 兩處劍傷 你說是兩處傷痕 這就齊了 我們所知他的脾氣 又是故意引一兩個高手的飄滿風下 讓這老太婆過過殺人的影頭 他殺人向來一招並取了性命 哪有在對手剩下留下兩招之禮 我當然現在便和安清等諸位兄弟上癮 這是 我們心中一語重重 心想莫非老夫人 生的病 這個童姥姥究竟有多大的歲數 總不會很年輕吧 是是 竟然用上這個老字 當然不會年輕的 不過將來也就算這個姥姥 還是挺年輕的 童姥多大年紀 那誰也不知 我們歸屬他的志下 少則一二十年 多則三四四年 只有無量洞洞主等少數集位 才是近年來歸咎靈舊宮之下的 反正誰也沒見過他面 誰也不敢問其他的歲數 當下找人探查老賊婆是不是真的生病 不過這次的事也套冒險 可是我們實在不能等 按洞主說道 這是生死符 他不用再說下去 個人也均了然 老賊婆手中握我們的生死符 誰也反抗不得 這時還是見在懸上不得不法 明知前途兇賢 也是非去探探不可 當時眾望所歸 安洞主便出馬前去調查 我們要飄渺風向苦苦等候 當真是杜律的奴臉 是怕安洞主有什麼不測 更怕的是老賊婆 一怒之小 下某為難 最後三個時程 安洞主找回到約定的相會之所 我們見到他的臉 有喜色 大家先放下心頭大師 怕到老夫人有病 大家聽到這個訊息 真是心花怒放 但又怕老賊婆鬼氣多端 故意撞兵來試探我們 我們一傷衣又過了兩天 這才一起上飄渺風窺探 這也是問某人也親耳聽到 老賊婆果然是生還重病 半點也不假 只不過生死符的所在卻炒出來 喂烏老熊 那生死符 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吃東西說來話長 意思也不能向包熊解釋明白 總而言之 老賊婆掌握生死符再說 隨時可以治我們的使命 老賊婆生的重病 是千真萬確的 咱們要翻身脫險 只有鼓起勇氣 披命槓上一場 不過老賊婆目前是為 回去飄渺風零就空 咱們也無法知曉 今後如何行止 要聽聽大家的高見 先前聽說聽上同腦 強兄霸道 請您各位 在她心中不憤 絕對上飄渺風去 跟這位老夫人理論理論 但她竟然生病 您 軟空只是君子人 不肯稱人之吻 品歌高尚 佩服 烏兄 咱們進攻飄渺風 第一要因就是要知道 凝舊功的虛實 烏兄等幾位先生 上去探過 老賊婆離去之後 宮中道柳斯柚草高手 烏兄雖不能禁止 小孩總病聽到一二 便請說出來 大家猖想如何 說來慘愧 我們到靈宮宮去查看 誰也不敢放膽的探聽 大家歇地緊閉 唯恐中道人 但在下在 宮後 蛙圃之中 還是給一個女童撞劍 這女蛙圃是無聊環之類的 在下神恐洩漏精明 送上全去施展清拉法 將她抓住 當下我腦海藏過一個念頭 倘若這一招 拿不到這女蛙圃 給她張嘴叫喊 變成後援 讓我一刻圖個致敬 免得露在老街坡手下 那被女將所中 哪知道我左手 一打到這女蛙圃的箭頭 右手抓住她的臂膀 她生死一晃 便急軟倒 全身沒辦理力氣 卻是一點武功也無 今日我一強大的女孩帶來 這女娃娃 便是烏模人 從飄渺風上傾下來的 我們拿到這女娃娃 便提一下風 移在盤問這女娃娃 可惜的很 她卻是個啞巴 我們初始還當她是妝容作樣 曾想著許多法爾相似 有時出襲不遺 在背後大叫一聲 想她是否驚跳 是來是去 原來真是啞的 烏老大 她不會說話 寫字會不會 也不會 我們什麼拷打禁水俗 火燙 餓飯 一切法門都試過 看來她不是倔強 卻是真的不會 你這等卑鄙 手上折磨一個小姑娘 你羞也不羞 我們在天上頭腦手下 所說的折磨 殘過十倍 一爆還一爆 何休只有 你們要報仇 剛才對付天上頭腦才是 對付她手下一個小丫頭 有什麼用 自然有用 眾位熊弟 咱們今天齊心合力 反了飄渺風 此後有福同享 有禍同當 請大家取出兵了 每人向著女娃娃砍上一刀 斥戰一劍 這女娃娃年紀 隨小又是個啞巴 終究是飄渺風的人物 大火大火頭喝過她身上的血 從此跟飄渺風勢不良力 不容衛出退後 這個死不得 大大的死不得 慕容兄 你無需出手 制止這暴行才好 斷兄 人家 人家身家性命 進階戲曲一舉 戰摩是外人 不可妄加干預 大張風路見不平 其能眼開眼閉 視而不見 王姑娘 你就算是罵我 我也要去救她了 我第一個動手 兄弟 攔下她 恩 巫老大 先過我這罐 想動手 可惡 巫老大 我來助你 你們兩個廢物 好啦 給陶爾上場 要嗎 不要好了 我一個人就夠 唉唷你們怕生死服對不對 那我就給你們生死服 你們這些小嫩逼 哼 弱 可惡 這麼多人 你能擋得了嗎 是少女士的虛祖和尚 可惡 追 表哥 我們現在怎麼辦 靜觀其變 咱們跟上去瞧瞧 王姑娘 我隨你們去 兄長 不知他們會追向何處 那再回來 頭腦被他師妹追殺 回不了 大火車這個機會 殺上靈鳩去吧 怎麼衝吧 走吧 靈鳩 靈鳩 想不到我們今天玩到靈鳩公了 這麼快 誒誤會阿 我是來幫你們的阿 生死活 生死活 欸真的假的 喔對對對有兩個版本 欸我記得有有那個版本可是要怎麼觸發我忘記了 欸是雷少俠 啊你是那位學祖師傅 在下放起多起戒律 現在實不能成為佛門弟子 呃怎麼回事 此次受了花場 因為一些姻緣的機會 我暫時當了那個靈鯛宮的尊主 現在無老大他們正在這裡 嗯我是到此才知道他們攻得上來 先看看怎麼回事 我們留在這裡 別進去 我為雷少俠進去瞧瞧狀況 是 好 新竹加入 然後大墊 大墊是吧 最後一把五行劍要放 這把 五行劍之一 五行劍之一 對 有了 今天拿到天衣上又羊掌秘笈 當然你不拿秘笈的話就不用浪費那五行劍了 好沒了就這樣 然後你放了之後就拿不到拿不回來了 對就拿不回來 這波子藏寶的地方到底在哪裏 你們說是不說 狗龍蟬 事到如今難道我們還想活嗎 你可別痴心妄想了 有話好說 何必凍除 這幫隊附到人家外面太無理了吧 你們這些鬼丫頭想死 自然容易 可是天下棋有這種便宜事 你們這些丫頭真是死心眼 我跟你們說 童老早就該向四妹裡去秋水殺死 這是不親眼目睹難道還有假 你們趁早降輔 我們絕機不降難尾 胡說八道 尊主武功蓋世 你念成金剛不害之聲 有誰還能傷害老人家 你們妄想奪取破解生死符的寶訣 趁早別說這春秋大夢 別說尊主必然安朗無恙 轉眼就會上風了 呈現你們這些萬惡不赦的人 就算他老人家先去 你們生死符不解 一年之內 個個要受盡苦楚而死 賊婆子計時 但我們生死符 他若世上無人能破解 啊 生死符吹命來了 這廳上只能大半稱 重腦這幅的生死符 此刻聚在一起 互受感應 不久人人都要發作 幾百個人 將你們全身咬個稀爛 反正通腦已死 你將他的命長之處說出來 自豪重了 大家感激不盡 誰也不會為難你們 不是我不肯說 實在是誰也不知 尊主行是不讓我們奴蜜見到的 好 你不說 我打死你這臭丫頭再說 住手 多謝 不客氣 小和尚 頭腦已到這裡了嗎 吳先生 你肚皮的傷處已痊癒嗎 我現在不能說活門弟子 說來懺愧 懺愧得緊 你是誰 誰派你來的 頭腦 他到底是死似活 在下道號虛毒子 天老卻已失事 我失門淵遠 說來懺愧 當真在下住下大錯不便奉告 大家到了這裡 是為了替我頭腦辦事 各位都是他老人家的舊部 我勸各位不必再念舊月 大家到老人家臨前一敗 種種仇恨 他媽的 老賊婆到底是死的 是不是死了他師妹 李秋水手下 各位就算當真和 頭腦有生仇大恨 既已失事 那也不用再懷恨 可可聲聲老賊婆 未免太難聽了一點 無心說得不錯 頭腦卻是死於他師妹 李秋水的所下 要稍微消瘋才可以看到 人生如夢幻泡影 如俠義如電 頭腦他老人家雖然武功盛盛 到後來終於功善氣絕 難免化作狂土 難無歐彌陀佛 難無觀世音菩薩 頭腦臨時之事 你是否扮在他身旁 是啊 最近我一直在服侍他老人家 臭賊 老賊婆臨時之死 還跟你說什麼來著 你問頭腦臨時說了什麼話 他老人家說 不是他 不是他 哈哈 哈哈大笑三聲 就是斷氣的 這是什麼意思 小兄弟 頭腦臨時之死 除了說不是他 以及大笑三聲之外 還說了什麼 我 頭腦的遺言 只和我一個人有關 跟另外一個人也有關 跟另外一個人也有關 但跟各位 實在沒辦理關係 又有人生死符發作了 死不得 這位兄弟 體內所中的生死符發作 再下來想發誓跟你解去 總在 玄虛氣海 死 死 公主 你自己知道 那就好了 恩公宰上 東木炎的性命是你老人家給的 此後恩公但有所命 東木炎附上刀火 再所不起 大家不敢受此重禮 你向我磕頭 我也給向你磕頭 恩公快快醒醒 你向我磕頭 可真折殺小人了 給我破解生死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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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磕頭了 大火要請恩公 鳥毒救命 各位別忙 聽我一言 要破解生死符 需的確知所中部位 各位自己知不知道 在他雖猛頭腦 受破解生死符的法門 但病血認病的本事 卻幾乎膚淺 不過各位也不用擔心 若是自己知道生死符的部位 在下足以失智 助各位破解 雖然不知 但貌貌著謀 再請幾位 今後遇到的朋友 一同常想 總之 是要治好為止 主人應願給我們取出生死符 這是他老人家的死杯 可惜我們大膽作亂 還有頭腦離下山 在外掀視 有沒有來攻打飄秒峰 害死我們不少見面 這筆帳 如何算 這位姐姐所責甚至有理 我被罪過身大 敢領徐祖子先生的遮法 不錯 咱們罪念深重 徐祖子先生要如何遮法 大家甘心領罪 明天姐姐 你瞧該怎麼辦 這些都不是好人 害死去念不那麼多姐妹 不會叫他們長命不可 姑娘 咱們深重生死符 實在慘不堪言 一天下同樣他老人家不帶風扇 不免著急 一致做錯的事 死在悔之莫及 求你姑娘大人大量 像虛祖子先生被演幾句 那些殺過人的 快將自己又被砍了 這是最新的責罰 最新的懲戒了 主人 主人 你說是不是 這 這個 這 這個 雷少俠 你認為呢 這個馬 人兄 這位朋友 攻打飄飄風 小弟一直急不贊成 只不過說破了嘴 也勸不 勸他們不聽 今天大火闖下大火 人兄愈加 愈加罪責 都也應當 小弟向人兄逃一個猜死 在下 事前簡陋 不會處事 段公子肯出面料理 在下感激不盡 如此甚好 這位所犯過錯 實在太大 在下鎖定的責罰 之法卻也非清 虛祖子先生 竟然在下處理 這位弄理 有違背 只不過虛祖子老兄 便不肯自生死符了 第一大條碼 大家去到同島林前 觀光景點刻他八個響頭 樹木默煉 懺悔前非 磕頭之石 躺在心中暗座同島 這第一條 法得很好 這第二條 大家去到軍天部 諸死難姐姐的臨前行李 殺傷過人的必須戈頭 默念懺悔 愛得身上掛麻布 扶傷自哀 沒殺過人的 長翼為禮 虛祖子人兄 給他們治病 以之獎勵 這第三條碼 叫大家永遠成福靈舊功 不得戴聲異心 虛祖子先生說什麼 大家被你的聽從耗力 不但對虛祖子先生要恭敬 對梅娜的主角是為姐姐妹妹們 也磕磕氣氣 話的以為有 這也不得動刀弄槍 倘若有哪一位不服 不凡來跟虛祖子先生 比上三招兩拭 且看他是他高明呢 還是很厲害 當得當得 公子天下的罰髒 我們太便宜了 咱們 不知道更有什麼吩咐 沒有了 忍兄 小弟這三條罰則 定的可對 多謝 對 這只是職業 沒見姐姐 主人 你是靈舊功之主 不論說什麼 畢子們都給聽從 你七天關紅 然後這些奴才 可也不必對我們有什麼抱歉 不敢 這 這個 我心中還有幾句話 不知該不該說 我們一向是飄飄風的下屬 主人主有何吩咐 誰也不敢違背 短工子鎖定三條罰障 實施狂大自制 主人主另有責罰 我年輕事前 只不過受頭腦指點幾首武功 主人主什麼的 實在快不擋當 我言兩點意思 這個也不是對不對 大長說出來 請各位前輩琢磨琢磨 我想說兩件事 第一件好像有點私心 大家出生少林寺 本來是個小和尚 請諸位今後行走江湖之時 不要給少林派的真俗 弟子們為難 那是我向各位的請求 不敢說什麼命令 尊主有令 今後眾兄弟在江湖行走 遇上少林寺大師佛 俗家朋友們 去得好生相近 千萬不可得罪 否則嚴懲不待 多謝 這第二件事 日請各位體念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佛慈悲為懷 不可隨便殺人 殺 傷 傷 傷人殺人 因此這個 殺人嘛 總之不好 還是不殺人為妙 只不過我 也殺過了 所以 尊主有令 您就供屬下一眾兄弟 今後不得妄殺無故 胡亂殺神 否則 眾眾責罰 我我當真感激不盡 話又說回來 各位多做好事 不做壞事 那也是各位自己的功德善宴 必有福量 福報 悟先生 您幾句話便說得清清楚楚 我可不成 您的生死福正在哪裡 我先給您拔除吧 多謝尊主 既然各位之事得以解決 這下便告辭了 這個 木龍公子 何不留下 這下得罪 你 你心懷不滾 竟然吃上完姑娘的畫像 難道姑叔木龍家都是白癡嗎 哼 太也可笑 不 那畫像不是 是五月二十老前輩給我的 不是 什麼是不是 你的小賊兔是少淫式的和尚 即使民門弟子怎麼又改頭邪牌 勾結一眾妖魔鬼怪 我瞧你便神氣 一個和尚逼迫幾百名婦女做你的 我跟你說 王姑娘是我家木龍公子的人 你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趁說這個好歹心的好 喂 你胡說什麼 哼 咱們走 是 再見了 我還是 唉 唉 仁兄 你我同病相連 最明星刻骨的相思 卻何以致前 鄧公子 你卻又如何得知 不知子諸之美者 無目則也 不是匹諸之美者 非人則也 愛美貌之心 人皆有之 仁兄 你我同是天涯淪落人 此恨冥冥無崛起 仁兄武功絕頂 可這情之一物 只講緣分 不論文才無益 若事無緣 說什麼也無妨 怎麼 難道虛祖先生 也和兄長一樣 說相思之苦嗎 唉 佛說萬法緣分 一切講出緣分 那緣分 當然是可遇不可求 一別之後 慢慢能喊 秋到哪裡找 主人 何不也奴彼擺下宴席 待今日休息之後 明日開始 你再為他們 拔除生死符 啊 對 這樣很好 二方姐姐了 靈舊公 祖女擺開宴席 虛祖斷獄 雷陣三人共作一桌 互彈星曲 端玉引銀巨金鋼 虛逐引一段法華金 智框智慧 智商智卜 心心瞎行 同病瞎臉 雷陣雖不諾兩人深刻 但氣氛索軟 道也心有所憾 沒當族局四妹 不 唉唉唉唉唷 念不完 二哥 三哥 兩位真是痴情漢啊 慚愧 慚愧 為何那位抱歉水說我 說我市場那位王姑娘的畫像 哈 二哥女身上那位畫像 和王姑娘長得一模一樣 不是她是誰 不是 這位畫是無鴨子老前面交給我的 又要拿給什麼無鴨魚動一個女子 跟王姑娘毫不相干啊 那是神仙姐姐的畫像 無鴨魚動那位神仙姐姐的遇上 和這幅畫一模一樣 那真是錯巧 與了王姑娘和那位神仙姐姐 長得如此相像 難怪二哥要被人誤會了 哈哈 連我也差點誤會 那麼二哥心中所思究竟是哪位姑娘 其實我連她長得像和明星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在一起時 是在陰暗的冰窖中 伸手不見五子 我們獲稱莫朗和孟姑 哈哈 莫朗和孟姑 二哥好個雅號啊 呃 我不成啦 看了大家都醉了 呃 左哥喝得太過了 不是二哥和三哥醒了沒 雷公子 你醒來啦 下回可不敢再這麼喝了 對了 虛祖二哥和段三哥呢 鄧公子已嚇上去了 林去時命 畢子頂告我家主人和雷公子 說到了靈舊公諸事待定之後 請兩位副中原相會 嗯 至於主人 正替孟老大眾的把手生死符 主人請雷公子在宮殿逛逛等候他 好 多謝免禁 免禁姑娘 二哥 你怎麼在此 啊 四弟 你來得正好 我替五老大眾解除生死符 大部分都解開 只剩少數人 我遇上障礙 必然看些秘境 看看能否找到方法 那麼二哥找到了嗎 嗯 我正想找人演一演 叫好你來了 如何 陪二哥念念吧 嗯 好 那就來吧 欸他很強欸 那我用生死符對看你的生死符 悟客 我用用用用用用神劍好了 密死 他這麼強喔 太強了吧 我沒放五箭開門就不用跟續續打 喔是喔 應該是打得贏的 我們等下再同打一次 欸太過分了啦 再五千 四萬七 耶贏了 好又得五千 所以劇情上是一定輸的 水啦 阿 別忘了我們主角也是開掛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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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一下 好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LB還有對手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